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米存放不住 是因为大米里面的温度高 温度高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生小虫子 可以在大米里戳上几根筷子 这样不仅可以起到一个通风散热的作用 如果有小虫子也会顺着这根筷子刷出来 这样大米保存的时间就会更久一些 接下来分享第二个小秒章 准备一些花椒 因为它的味道特别冲 搅来一个一次性的口罩 把它剪开来 抛出里面的硬丝 把花椒放进去 然后把口密封起来 把这个驱虫包放在大米里 花椒的味道会通过口罩散发出来 驱赶蚊虫 这样小虫子就不会进入到 大米里面了 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大米的作用 这个大米吃完花椒拿出来也可以使用 下面分享第三个小技巧 像这个酒 除了喝以外 也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大米的作用 把瓶子和白酒直接塞进大米里面 把瓶子和白酒直接塞进大米里面 然后裹上保鲜膜 可以减缓白酒挥发的速度 再用牙签搓上几个孔 再用牙签搓上几个孔 白酒气味特别重 可以驱赶一些蚊虫 这样大米里不会有蚊虫 保存的更久 这几个保存大米的小妙招 你都学会了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